香港四月都有水龙卷,原来是天文台至1959年有记录以来首次 就是由这条西贡清水湾水龙卷破弹 可以看到,那时的漏斗云碰到下海,不断转 不计这次,天文台这么多年以来,只是在5-10月收过水龙卷报告 平均每个年半才有一次 虽然水龙卷发威时,这条好像刀削面似的珠西强雷雨带还未砍到来 但与它相关的零星雷雨时由南向北经过上空 与天文台镜头拍到的水龙卷,无论是位置和移动方向都吻合 内地气象台的雷达还素描到,那里的对流都算强,有利水龙卷形成 虽然不是所有水龙卷都像龙卷风般在雷雨云形成,有时在积云都找到 不过天文台说,禁止这一只,正正与猛烈雷暴有关 通常是因为高空的风速快过地面,令空气橫地卷了一条窩管 如果有气流台声,便会托起一条窩管打动旗 当雷雨云伸出漏斗云碰到海,就形成水龙卷了 至于之后杀到的那条珠西强雷雨带,令到维港青州和长州出起暴风级的阵风 港铁大学站有天花,被猛烈的阵风吹掉,多处淋树 其中港岛山顶的钟,还宅着山顶纜车的路轨要全日停洗 间歇大罩雨和狂风雷暴的恶劣天气,还会持续多两天 但就撞正DSE 考评局说,就算是红雨,只会延迟15分钟开考,黑雨才会延期 亦会在开考前两个钟公布,各位考生要加油 主要是红雨的 exploitation 有机会再来一 paso,我们被连来到神尔 SKJ 稍 behind you 即可轻掌